如果2017年,大家發覺事行研究做得不好,那是否先不做? 我想這個非常之重要,還有你用什麼準則來衡量行不行呢? 你這個事行研究怎樣去做,即是社交研究裡的, 即是衡量它能夠達到你的要求呢?你的要求是什麼呢? 我想一方面,看看我們的數據是否有效度和順度, 還有是否可以年與年之間看到表現的變化,就著不同的基本能力。 另一個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一男子的措施, 我們包括這個專業支援,令到希望學校在不操練底下, 和減少壓力和操練誘因的情況底下, 可以將教育學回到我們正常的軌道。 如果我們這個一男子措施是能夠顯示到剛才提到的事情是可以發生呢? 那我們相信它是有一個成效。 現在我覺得是否應該要想想呢? 就是第一,2017那個決定,你應該開放些。 我們不要說我會到2017,全面會實行。 以及對於TSA的問題, 真真正正我想要重組一個委員會深入研究, 究竟它發生了什麼問題。 譬如你說這個是評估來的,不是測驗,不是考試,不是有壓力的。 2016年你這樣說, 2000年其實你已經這樣說了。 2014年的時候,局中人語等等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結果我們看到的就是壓力很嚴重。 很有信心,在2016我們行了這些提形的改變, 以及一些報告的改變, 我們是真的可以做得到改善的措施。 所以在這個委員會的報告裡面, 我相信他們都很有信心, 所以可以說就是2017他們繼續。 由許五十五個小的改變, 我現在要做的改變, 改善了改變成功和改變。 它在現經驗成功和改變成功。 軸的改變成功是一件。 除非是公選編成功的改變成功。 前於是曲経構不成功和改變成功。